各位观众 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和各位讲的这个题目 杂匪景物 很有道理 过去种种杂乐事 未来种种犹如今乐事 我们必定 过去有很多不好的稀奇 好像一些故事 也是对人不起的 哎 把它改了 过去 死亡了 过去了 未来的那是很要紧 有如今的神 所以 这个像清朝的陶游明 在归居来袭里面 就请死而杂费 我叫悟了 今天 不是对的 咱们不对 咱们错了 这就是进步 我来告诉各位一个秘密 我出出家的时候 我的师父 对我说 特别看得起 又有了好多的亲辈长老 在役后 我有起一个名字 我最早 秀明多数的名字 出家的名字 叫紧叫 这个名字 我也不懂 现在才懂 这个老师真的很聪明 对我很好 紧叫 紧的 纠了 紧了 明不了 啊 我过去就说错了 人家懂了 我知道了 这个紧叫 真很好啊 所以我如果说 早一点知道 这个紧叫 很好 我也不一定叫 新元 新元是后来啊 叫它 给一个名字 这个新元是 这个宇宙 淫湖 这个世界 虚空啊 没有的时候 就有这个新元团 很 很大 很高 很多 我想要这个新元很好啊 其实 你新元不悟 不叫悟也不好啊 紧叫 对我紧 你叫悟了 这个很好啊 我叫悟 我对父母 孝顺不高 我叫悟 我对儿女 叫悟不好 我叫悟 我对朋友 诚信不高 我叫悟 我对人 帮助啊 不够自成 我叫悟了 叫悟了就是 你这个进步 人家就欢喜 现在就是说 荣田欢喜了 叫悟了 一个人 有叫悟 就要进步 要进步 不容易啊 人在世界上 他就是想 不断的要上滑 人在世界上 就不断的要想 往前走 要进步 人在世界上 你糊里糊涂的 过了一生 七十岁 八十岁 一百岁 有什么用啊 假如你救悟的人生 做一些有意义的世界上 做一些对世界上 所以你拱 你得 你 明的 这种好事 让人家怀念 所以 荣田 这个 迷后啊 今天开悟 对我们 很重要 大家也有这种 紧急的心 祝福你们